現在這期視頻是好在台北故宮 參觀107的綜合特展的一期 主要是在下午的1點鐘開始錄製的 然後我前面已經錄製了六期 一起一起的帶大家去逛 這個故宮博物院每一間的展間的相關的內容 然後現在這一期呢 是帶大家看一下107的這個特展 剛剛看完前面六期 主要是在講述 宋代也有明清時期的東西多一點 主要的這些內容跟之前在北京生活 看到的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北京看到大多都是書畫多一點 這邊可以看到更多的以前的一些古玩 然後今天107不知道是展出什麼 帶大家再來參觀一下 這應該是設計喔 古文物然後兼一些現代的設計的一個展廳 來看看台灣的這種文創產業吧 可以這麼說啊 是要怎麼樣去呈現 又有文化的東西 然後又有創意的產品 看一下大家怎麼玩 這個是剛剛看到106展間的多寶格 就是主要是講述清朝康熙 清朝乾隆皇帝他特別喜歡玩的那個東西啊 然後這種多寶格 這種裡面打開就可以放好多的這些 有錢人喜歡的一些有的沒的啦 像是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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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看起來對我來說是用不到的 吃喝都已經滿足了嘛 所以呢就要有一些 精神上面的一些富足啊 然後這個就是遊戲機 也是手啊 好蠢喔 是誰發現這種東西的 不玩啦 不是吧 這閃電這麼小嗎 107的閃電啊 就這樣 就這樣 沒有啦 107也太空虛了吧 嗯 那107跟108一起錄好了 107非常無聊又空虛喔 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108 107跟108合一集好了 叫做 貴奏榮華清代宮廷的日常風景 剛剛簡單是要看一下 主要是在講述清代的這種家具啊 對不對 看完展覽師傅 看完展覽師傅也想要有這些精緻的清代宮廷家具呢 我還好其實不想 筆記本之後呢就往右轉啊 不對這是106展間 這個才是啊 現在這個人在帶日本壇 在介紹 公親王一新 貴奏榮華清代宮廷的日常風景 這是以前的清代的 木製的家具啊 然後中間這些都是玉座的啊 是不是啊 然後這是他們的椅窗 以前都是用紙壇啊 然後這是公親王一新啊 愛心絕羅一新為道光皇帝第六子 咸豐皇帝的異母帝 長得還行吧 感覺還蠻帥的啊 感覺身高不是很高 指甲留的也很長啊 也沒有在批評啊 我只是說他的這個 狀態 他是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之 明王重臣 見證了清末時舉之變 為清末洋務派的代表人物自律改革的 中式成員啊 公親王 自幼 經讀經史 漢學功底深厚啊 從小的時候就耳濡目然 對這些書畫古然 自然的精通 他有這種 由經見別 書畫古董之巫 十五銀聖之 賢真品 身居耀職 透過王室的賞賜等等 意思是說 по他這個人 他是可以 懂得去賤賞這些古玩的東西的啊 恩恩 超nel 哇塞 這些是用紙毯 紙毯做的啊 貴皺榮華 清貸宮廷的日常風景 在公卿王府的紫檀家具 由咸豐皇帝賞賜的 作為王府之用 這些家具 用質地非常密的珍貴的紫檀木 哇塞 這些家具都搬過來台北了 这就是公卿王 清代末年的重要的重城 皇金貴族 他所使用的清代的 這種紫檀木製造的一種家具 是非常的珍貴 珍貴的木材 然後也是用很好的雕刻 桌上還有放有玉 有看到嗎 背面椅子 大張椅子 後面還有一個龍蚊 這些珍品 不容易 搬到台灣來 這就是英文版的跟日文版 剛剛邊上有介紹了 這隻清代紫檀山水人物 文亮格櫃 裡面看到這些陶瓷還有玉 還有這花瓶 皇宮櫃族不但要材質好 你看他上面還有精細的雕空 以及後續的一些塗漆 外對外表皮的一些保護 然後還有在這些小器具上面還有一些 這個像是這個就是鑿链 還有一些金屬的鑲嵌啊 非常的精細 非常的奢華 這斬尖 陳列的這些 主要還是有出自於乾隆皇帝的 古丸 收藏古董珍玩的乾清宮啊 擺放起居的養心殿等等的 都是他 乾隆皇帝認為的一些珍品啊 看圖 不過癮 我們來看一下旁邊的這些珍妓啊 乾隆皇帝放在 養心殿啊 還有乾清宮的一些珍品 這個櫃子是非常 非常好的 然後你看連這個櫃子上面的鎖 也是非常漂亮的 精美 然後這邊是這種金屬的這種 拉開櫃子的這個 這是 雲龍文樹 妖羅漢床 像是這種看家具的這種展 就看的速度就比較快 像剛剛那個106的那個 那個小物件的展覽 就相對來說就速度非常慢 一個一個看 又小又仔細 這個是 十八學士登銀洲 插屏一對 像是宮親王他們家的這種 好東西 邊上還有書畫呢 我錢啊 再一個葫蘆 大吉這個 在別的地方也看得到啊 這邊就是珍 珍妓 邊上這邊一個屏風 另外一個屏風 結束今天在108的這個 這個貴咒展監 貴咒榮華展監的這個視頻啊 在故宮博物院的這個一展廳當中呢 它一共有分三個層樓 目前好會在第一層樓的108市 看的是宮親王一新 貴咒榮華 就看他們的以前清代的那種 奢華的那種家具 輕式的風格的那種家具 108就是最後一件啦 所以接下來呢 好會要帶大家往樓上去看 就是看201 再看到三層樓 一共這 看完三層樓 這個台北故宮的 比較珍貴的這些展覽 就看完了